本身说是要给她一个惊喜 对不对 因为我十一国庆节没有回家 是吧 肯定要多少少买点礼物什么之类的 我当时去市场里面选了一天 我跟我老婆当时选衣服 我还有截屏 还有那个什么 我说这个衣服怎么样 还给她发了有图片的 夏希腾说 当时给妻子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外套 花了将近一千块钱 然后在支付宝菜鸟国国里下了单 有位百事快递的快递员 到到公司取了件 夏先生通过微信 给这位快递员转了钱 他说之后对方并没有告诉他快递单号 过了三天左右 我老婆那里收到一个快递 是我另外一个快递 我以为是这个快递到了 然后后来我老婆也没记起这个事情 我也没记起这个事情 然后一直到昨天 到昨天呢 然后我老婆我老婆我问我老婆 我说上次给他买了个衣服合不合身 因为是冬天穿的嘛 然后老婆说什么衣服 我就很懵啊 我就然后我就查查我在平台里面 我说我的我可以查到下单记录 结果下单记录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夏先生最近三个月在菜鸟国国和百事快递的程序上 都查不到订单记录 他找到了销山洪富电商员武装的百事快递点部 又没有快递单号 就查不到这个快递信息 然后快递公司又查这个收件人的信息 抽业人的信息也系统里面也查不到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了快递公司说了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快递员在收到这个这个派发的单之后呢 然后收到快递之后 直接在平台上面取消掉了 就会导致平台上面那个在线下单记录也没了 那快递员怎么说 快递员直接说我离职很久了 我刚才就是手机里面给你看了 他说你找我也没用 那我要找谁让我再想 他说他寄了呀 但是寄了他们系统里面又查不到任何的信息 这个百事快递点部的陈主管说 自己刚来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不过他们一般不建议快递员收散户的快件 散户有一些是要他们自己去查 因为有些人记得是伪精品或什么都要查了 都要按照程序来的 他如果做不到流程 一个去检查里面是什么东西 提供身份证什么的 这种就不要去收这样子 我们是建议 但是我不是说那他们一定不要收 通过百事期快递 这个快递份是通过什么方式去 这个我不知道我要问一下 他现在还在开会 陈主管说 当时收件的业务员小徐已经离职 他提供了一个电话 下线能打了过去 提示已经停机 通过微信拨打语音电话 也没有接通 记得通过夏先生的微信 给那名快递员留了言 他说现在就是连个单号都查不到 这种是什么情况 单号可能就是业务员的问题 都没交到公司 没拿去寄吧 应该是 我们只是先找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看能不能再联系他 通过他朋友或什么 实在不行 这个建议也找不到什么 我们理赔 夏先生后来反馈 那名快递员一直没有回信息 不过站点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了他 说会妥善解决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